现在讲保险经营风险管控 保险经营风险主要包括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两大类 承保风险主要有这么几项 一是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主要是指保险公司因偿付能力不足或流动性不足所导致的支付危机 偿付能力不足主要是在这样几个情况下发生 一是承保金额超过了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 二是市场价格竞争导致赔付率上升 三是通货膨胀对资本金和总准备金的影响 四是投资亏损或坏账 流动性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投资结构不合理 资产变现能力差 保险公司的财务风险一般表现为潜伏状态 只有当遭遇拒灾或巨额损失赔付发生的时候 才会暴露出来 现实的表现为支付危机 二是逆选择的风险 由于保险标的自始至终都是控制在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手中 只有他们对标的的风险状况最为清楚 这就使得保险人在保险标的的选择或者费率的确定方面处于信息不利的地位 会出现逆选择 比如在人身保险当中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的更有投保健康保险的热情 死亡率高于一般的更愿意投保死亡保险 而身体健康的认为自己的寿命比一般长的人 反而呢特别愿意参加年金保险等等 那么这些都会使得保险公司实际的支付 会高于定价时的预期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逆选择风险 三是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呢是指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投保方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 那么做出了一些不利于他人的行动 比如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以便呢向保险公司榨取保险金 还有呢捏造保险事故 就是保险事故并未发生 或者呢是在投保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那么他捏造了事实以后 榨取保险金等等 这些都是道德风险 下一个风险呢是竞争风险 保险同业的竞争呢 实际上呢基本是无差异竞争 就是产品都是差不多的 因此呢价格竞争就常常成为最有效的手段 也是最残酷的手段 价格竞争呢常常是就是在同样的承保责任条件下 他用更低的费率或者提高一些返还率 再就是呢在同样的费率条件下呢 他扩大承保责任范围或者提高保险金额 还有呢就是在承保的时候 放宽承保条件 对于保险标的的这个选择呢 放的比较松 再就是呢 这个对保险中介保险代理 给予更高的佣金 以便呢拦取更多的业务等等 这是紧张风险 第五个呢是利率风险 利率呢指的就是产品定价的时候的预定利率 这个利率呢 对于非受险这种短期的险种影响不大 而对于长期性险种 就是受险的养老金呢等等 对这些业务影响较大 当受险公司的预定利率 高于市场的利率 实际利率的时候 那么它的价格就会偏低 保险公司的利差异就很小 趋向于零 甚至是负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表现为利差损 保险公司就会出现亏损 就要消耗自由的资本 当预定利率呢 低于实际的利率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价格就会偏高 那么就会发生呢 行业之间的替代效应 就是其他的金融服务产品呢 就会让客户觉得 比保险产品更合算 这就会带来保险的这些产品的退保 保险公司的业务量将会萎缩 那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 这种可运用资金就会少 费用呢 就会增加 表现为费差损 市场利率的变动呢 主要是受商业周期的影响 是不可控的风险 因此 确定预定利率的时候 要有充分的对风险的预判 第六是汇率风险 经营涉外业务的保险公司 在接受国际运输保险 国际分保等业务的时候呢 都是以外币作为收费的这种币种 因而持有多种外汇 这就存在着汇率风险 在会计处理上 年终结算损益的时候 一般都把外币换算成本国货币 以本币作为统一的计长单位 那么外币贬值就表现为账面价值的减少 汇率风险也是不可控的风险 但可以通过套期交易等手段来避险 第二类风险呢 是投资风险 保险公司呢 运用保险基金 把它用于各种投资 这个是为了增加保险公司的盈利 也是为了保险基金的保值和增值 那么这些呢 都是要以投资收益为条件 那么如果是投资 没有获得理想的收益 这就是我们说的投资风险发生了 投资风险呢 主要由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引起 非系统风险呢 这个相应的是一个可控的风险 它主要是呢 投资项目或者投资对象的选择上 判断有误 再就是呢 融资对象 它的资讯调查呢 我们不充分 有一些义务人呢 违约造成呆账等等 还有呢 就是我们投资的流动性不足 结构不合理 还有保险的这个投资呢 过于集中 没有贯彻分散性的原则 第二个是系统性风险 这个是不可控的 包括呢 商业周期的风险 利率风险 汇率风险 不可预料的政治风险 政策风险等等 这是投资风险 我们对保险经营风险的防控呢 一般是有这么几个手段 第一呢 是加强这种教育 加强风险意识 增强经营人员的 这个风险防范的 这个重视 加强个人的业务知识培训 法律法规 以及规章制度的学习 加强思想教育 这是从源头上杜绝 这个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 第二呢 是健全制度 建立严格的内控机制 健全的制度和良好的内控机制 是约束思想行为的这种可行方式 近些年来呢 我们看这些不善的 动用了保险保障基金的这些案件呢 都是有章不循 违规操作 监督不力所致 因此呢 应该是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严格的将这个内控管理 当作风险防范的前提条件 第三是加强管理 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这个风险防范机制呢 首先是加强承保管理 既在承保的时候 严格执行关于承保的有关规定 杜绝不顾及风险程度 盲目承保的这种现象的发生 严把承保的入口管 第二呢 是加强理赔管理 既在理赔环节上 要严格遵循理赔原则 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 确定赔付额 不该赔的不乱赔 建立专人理赔 重大案件集体审查 逐级审批制度 对所有案件卷宗 采取地毯式的搜查方式 严格审查把关 并实行工作责任追究等制度 第三个呢 是建立风险信息系统 根据历年各种灾害发生的时段 地域频率以及赔付的情况 制定风险防控量化指标 尤其对一些重点保险单位 应建立防灾防损档案 实施进行系统风险情况通报 同时呢 制定出防灾预案和防灾风险图 确保保障风险信息的系统化 动态化 以加强对承保标的 理赔状况的监控和管理 第四是加强财务管理 确保资金的安全和收益 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 坚持财务收支两条线 严禁违规运用资金 对外举债或担保 不得利用保费搞高息存储 或者变相搞投资贷款 只有切实发挥了财务管理 控制和监督作用 才能有效地杜绝保险资金 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漏洞 第四是重视集合检查 集合检查是保险经营管理中的 一项重要工作 更是保证规范经营 稳健发展的重要环节 因此应充分发挥 集合部门的职能作用 将集合检查与财务管理 业务管理 人事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便事后监督为事中监督 事前监督 将保险公司的风险防范 和化解经营风险的工作 控制在初始阶段 或者萌芽阶段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采取必要的措施 加以纠正和改进 下面对本章做个小节 本章所说的保险经营 是指的除了再保险和保险投资 我们把保险交易的所有的事项 都做了一些讲解 包括展业 承保 防灾防损 理赔等四大方面 在保险经营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求既要遵循 一般企业经营的基本原则 又要遵循保险企业经营的 特殊原则 此外 我们讲解了 保险产品是有一个 及多个主线条款组成的 相应的选种 它可以附加若干个附加条款 保险产品在进入市场之前 需经历开发定价等诸多环节 保险经营风险包括 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两大类 在识别风险的基础上 需要采取相关的防控和管理技术 应对经营风险 保障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